今天就咱倆孤孤单单的吃顿饭了 整个乐臭乐臭的 今天我们店里面不棚没生回了啊 就我们接着拉散店吃饭 本来行自叫我表妹过来呢 她说了那饿臭饿臭的东西你别叫我我不吃 这是我姐哥家里头拿来的菜 也家里头吧给打扫打扫 我怎么感觉咱们一吃啥东西就打扫打扫打扫的呢 是因为我们家吃光就走往店里拿 大家能看到我们店里面一天做一顿菜哈 就都是我在家里面拿过来的 偶尔能去上去那买点 要不然就是店里人多 我们吃饭吃个也多 主要是我姐厉害 只要一吃饭 绷管有啥 饭出来就能做 反正好不好吃就另一顿 我夸你开心吗 开心 刚才我犯事了 胆子收拾东西的时候 跟我小妹聊聊天 给聊苦了 现在眼睛还红的呢 你弄个砸的我一天天我就忍伤 那你就别惹我 是我惹你吗 就是我们两个谈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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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说的一些话有点 给我小妹赏了 我就想起来我在怀孕那段时间吧 我小妹刚才说说 其实我心里老了 说我也差点哭了 我那个时候怀孕 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 我小妹那时候打工 一月开了也不多工资 然后呢她给我买了一箱奶 给我家送的 两箱 两箱 我妹那时候也不懂 然后给我捏了一箱奶 那上面贴了两箱 我对不起你 哈哈哈哈 哈哈 买了两箱奶 上面带点正品 我一看正品买零期的 我当时的思想就是告诉她 你别上当受骗 就这种零期的地方不好 咱尽量买保质期好一点的 但是我是这么说的 你咋买这个呢小妈 快过期别买这样子的 你看这不好 然后你一说我就心里不得劲了 心里不得劲吧 她当时没表现出来 我当时也没觉得咋地 后来等她上班跟小李子 一起出门的时候 她在外面挖挖苦 她心里老难受 她就觉得我说这话伤了她了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知道那句话 我伤了她了 后来她刚才跟我说的时候 一家哭了 我现在一想起来 我就觉得确实挺伤人的 你说人家好幸好 给我买东西 我这家没有感谢 然后一句话给人否定了 还给人刺激了 但是我真是没那意思 我当时就听了那话 心里不得劲 但我也知道你不是无意的 反正就不愿意听 你知道吧 反正有一件事吧 如果说放在心里面 永远就压着压着压着 不说出来 就很难受 就像这件事你不说 我永远都不知道 我都不记得这件事 我也不记得 我也都忘了 但是刚才聊聊聊的 那个奶的事 我就想起来了 换大厨了 他说他煮的比我好 我下岗了 这个煮粉 必须得换一边水汁刀吧 你是不是就煮着煮着就加糖了 从来不换 对吧 所以放回吃 今天咱俩搁盆干吧 分配均匀 小的时候咱俩因为抢饭干过吗 从来没有 因为我小妹让着我 他知道我饭量大都给我吃 他从来没为吃干过 真事 对 所有的料理 你家自己手动的 你家就行了 我正在远途 我自己管自己还关你 你这唠嗑就不对了 这样干人了我呢 先先做技术就还没毛病了 在这儿的 真技术 为了一碗正经的螺蛳粉 我好想去广西 咱家吃我好像不信你妈 很想信吗 我呀 你带我去啊 你带着钱我带着 妈 我从头带我好去好几个地方的 一个都没时间 我给你们解散这条辣子 我妈说你上那上那的 哎妈呀 我说你带着钱 你快拉倒了 你干哪我呢 你先向着我 我这盆是这样表单真多呀 那必须想 在吃的面前 一定把你照顾好 所以我就收下来 我一直蒸到 自己控的都不自己 在食欲这一块 我一定没控的好 我尝尝用骨子 小妹真好吃 你蒸的太烈了 看出来了都不照顾安的 嗯 嗯 入口即化 哈哈 不得劲入口即化 煮他先了 我每次煮的都进哪呢 没太煮熟 啊 你这好吃 不伤害胃 嗯 那怎么继续没听着夸我的意思呢 真是夸你好吃 面条就应该这么多 最近吧我就发现我小妹 特别敏感 你又得愈症了 你还愈他呢 说点啥就不要先触碰的了 就一点就红红的 可能就是 以前没太关心的 没太在意 没太注意的 我觉得萌萌这个敏感也属于 很粘粘罢了 刚才咋回事吗 我在屋里面说是插路的 他在那边打包发回地 我们家就聊天 他就问我 姐你今天就是做饭下的 你是不是也有烦的时候 我说确实是有烦的时候 但还怂 那一般拍视频 不都是我出镜吗 我做下下的 他说那就我做呗 我说我看你拿刀 那个姿势这么大 我吵的就上不吧 我说你快别做了 我做 哇呀就哭了 他说的 就是你们从来不信任我 就是 拿以前打比方吧 以前的时候 我比他出于打工的早 就不如是我比他早 然后呢 我是出去打工了 连着学习在打工 他那段时间就在家里嘛 我爸是每天开出租车 那时候家里养车嘛 中午的时候回家吃饭 都是我小妹在家做饭 然后呢 这个胳膊上封的全是油店 我其实以前也不太会做 但是这个撒冷劲呢 我感觉就是遗传 确实有那种偏僧的遗传 我贼遗传我妈 在我妈眼里 还有我的眼里 我们两个从来不信任 就比如说做饭 做菜这些事情 他说他也想做 有的时候他在做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给他鼓励吃 为什么 你不挟着把摸着自己的 我当时的思想就是咋的 我这是老了不中用了吗 后来一起呢 我也没老 你说 咋就不用我呢 以前的时候 我们一家三口 就我婆婆妹 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做饭 甚至萌萌的一些腐质啥的 都是我一个人在家做 那不也过来了吗 虽然说慢了点 可能就是 味道没有你们做的好吃 但是我也做了 为什么到现在 我一要做的时候你们就 完全就想不到我以前会做饭这些事是吗 对 我现在就是很幸福 是因为我婆婆在家里 照顾我们的起居做办法的 我们可以放心的在外面 拼自己的事业 挣钱呢 养家哭口啊 我自己在这我就可能忽略掉 我很幸福 但是我要去做的时候 你们就是抱着那种不信任的态度 我就完了 我就崩溃了 我就觉得是我们家人 爸爸保护的太好了 人家说父母都是一万水断品的 我觉得我父母就很有一万水断品的 其实我很明显 我爸妈就是偏向的 你瞅不瞅然 不是说那种偏向 就是有很多活动不让我干 然后我姐干他干 可能我姐也是杀了历子 然后就都指望他干 干干干就把我干废了 对反正从小到小的时候 我爸我妈都指着我 我也习惯了 我生气不是说是 那个他妈的 我就生气 我感觉我自己想这么没有用 就是挺恨自己的 要然我现在就特别想 自己想学的东西或者什么呢 我就坚持去学 我就想证明一下 我其实可以 就是说学一个手艺没毛病 就关于化妆 有的人就像布林野似的 我的思想就是我手残 我早这么大 没给自己化妆 就包括我姐以前 上班都自己化妆 我就是不会 就是手残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东西既然不会 那我就去学 我肯定能学会 结果怎么样 现在我两个妆 都已经录出来了 我已经能化出来了 而且吧 就是 跟年龄没关系 你多大岁数该学也得学 就跟年龄这一点 卖这一点 他们都支持我挺开心的 哈哈 咋说呢 我俩是完全两种性格 他是慢性格 我是急性格 慢性格跟急性格在一起吧 也是互补的 都是有好处的 他比我就可能认真点 我就比较急躁一点 就好比这个店开起来 我觉得我们俩互相成就啊 嗯 就是 如果没有我姐 我可能也干不起来 如果没有我 她也做不起来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两个 合财 你说打仗吗 打仗就是 也有吵架的时候 太少太少了 但是我们俩谈起吗 天天谈 天天谈 就是 刚才他说 牛奶事 我们俩也落 但这个事真的 从来都没说过 所以就落开了 挺好的 我俩从来就是没有合合那种 反正最小的事 你们只能啥吗 他是慢性格 他找了个老公是慢性格的 我是急性格 找了个老公是急性格的 你们说 这玩意 但我们四个能玩一起 其实也挺难的了 要不是晴晴早掰了 开玩笑 然后就 还有就是大家 总愿意在评论区 去对比我们俩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对比 就是性格问题 我肯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但是我可能也会有一点散光点 我姐也有很多散光点 但是她也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所以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人 都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之前 她差一点去报考 假校 开车吗 我就不想让她去 因为她耳朵不是聋了吗 我说那个考假照 非常非常的闹心 我那时候考了四个月 心态真的都崩掉了 今天去天去 晒雪黑 我就不想让她去 我怕她耳朵更严重了 就更难受 她就直接给我反驳了 她说为什么我要做一件事 你不支持我呢 就是这个东西 我学到手 不是一项技能吗 虽然说你现在学了 你会了 你不也不打开吗 多项技能 没啥不好的呀 而且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学 你等到想学的时候 万一没有时间了呢 完了这个时候 我俩就租一个好长的年 最后呢 让小李子不觉了 回家跟小李子说 小李子笑一笑 我都马上要报名了 他就说你别学了 你会很上火的 我们是怕他上火 所以说他这个性格是我们造成的 然后我就放弃了 放弃了骑小电驴 小李子也不让我骑 说了多少次 那次都会几眼 然后在人家干起来了 后来呢 我就是坚持要骑 你看我爸送给我了 我爸支持我 有个人支持我就行 然后应该现在上路了也没事的 他也不管我了 下几天都不管我了 所以就是啥呢 我总结一下子 我小妹就是从小被我们家人保护的 太好了 就包括我父母包括我 因为你们很多人应该能看到 我们俩是双猫胎 很多人说感觉比他大两岁 我的心字确实比他成长两岁 所以我总觉得他比我小很多很多 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都觉得 我小妹小不行 我小妹小不行 我妈跟我爸也是那种感觉 就给他造就成这样的 他现在学会反击了 你不要说我不行 我可以 事实证明 打我们俩 不 他没说没到打脸 你不能 就是我希望你们能支持我 但是我有一点 我就觉得特别牛 也不说特别牛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是 我要是出去来 谁让我干什么干 干什么 我不想干的时候 我可以说 我在家 我爸妈都不让干 你凭什么让我干 这一点我挺赞同的 我本来就是嘛 以前我在外面真是 我受过很多委屈 我也受过了 我也没气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你欺负我不好受 我不会跟你说不 虽然以前分时候 你得分时候 该低头得低头 不该低头不低头 但他这一点比我确实是强 在外面你欺负我不好受 我是能过去就过去 浪好人一个 所以就是 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觉得确实也是 你要大声地说 我凭啥 你干啥呀 就是爹妈生理 让你熟悉 让你受委屈的 但是有的时候 该委屈也得委屈 你闹难就是去学习 该讲理得讲理 我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 我每到一个地方 都有保护我的大姐姐 对我都可好了 然后就是一直 都有人在保护我似的 可能是我这个人很真诚 傻呵呵的一抽 我就好娇吧 没有什么心眼 那你看我跟我小妹 就不同命了 我打工这么些年 很少能遇到这样的人 还有就是很多人 遇到事都会去找我 是吧 红姐 妈姐 就是很多人都去找我 让我帮忙的 让我去保护他们的 但不是说那怎么保护 就是他们遇到什么难事 就愿意找我 就觉得你成熟 我就是傻个喝的 他们就觉得 我一点不成熟 就挺单纯的 所以都是这么娇气的 还有一点就是 很多人看到我就说 我特别冷 不好娇 不愿打理我 也有那种时候 完了后来相处发现 我也傻喝的 今天这个视频 纯属是意外 就是因为看到我小妹哭了 有感而发的 然后我想最后问一下视频前的朋友们啊 急性子跟慢性子 你们属于哪一种 感谢您的朋友们啊